1965年 中朝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到1969年降到了冰点 甚至在当时特殊的国际大背景之下 苏联曾怂恿朝鲜与中国开战 这场战争风波结果究竟如何呢 中朝之间出现分歧的最根本原因是朝鲜希望能够分别继续同中苏保持等距离外交 但根据当时中国国内的情况来说 不能接受朝鲜对苏联的暧昧态度 加之国内的狂热行为 使得中朝关系渐行渐远 1964年11月 赫鲁晓夫刚刚下台 金日成在北京与毛主席进行会谈时 还表示不能对苏共领导人期望过高 他甚至称博烈日涅夫愣头愣脑 然而 仅仅一年后 金日成便改变了看法 1966年3月 中共拒绝出席苏共23大会议 这意味着中共与苏共的组织联系彻底中断 与此同时 北京也曾向平壤施压 希望朝鲜方面不派代表出席苏共23大 但金日成还是派出了代表团 在与朝鲜代表进行会谈时 苏联方面还明确支持朝鲜统一和要求美军从朝鲜半岛撤军的立场 紧接着 有苏联控制的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倡议 要于5月在朝鲜召开会议 讨论越南问题 不过 由于中国反对会议最终流产 这让朝鲜方面很有意见 在这一氛围中 朝鲜与苏联走得越来越近 实际上 朝鲜也确实从苏联得到了经济援助 1967年2月 亚非人民团结组织理事会在塞浦路斯召开 会议在苏联的操纵下 取消了原定将在中国召开的第五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 这引起中国强烈不满和抗议 会前 中国方面指责苏联方面的所作所为 并拒绝出席理事会 但朝鲜不仅派出代表继续参会 甚至还在会议上支持苏联的主张 除了在外交方面出现分歧外 朝鲜和苏联在军事方面的交流也进一步加深 双方签署了进一步加强朝鲜国防能力的协定 1966年初 为了支持越南人民 中国方面曾劝说朝鲜在三八线附近非军事区 开辟第二战场 或者在韩国展开游击战 然而 金日成认为这是北京在指挥朝鲜 于是 金日成拒绝了中国的建议 并派遣了100名飞行员参加越战 1967年4月起 朝鲜方面开始了对金日成的大规模造神运动 因此 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影响到了这一运动 甚至开始威胁到了金日成的地位 这一时期 朝鲜关闭了华侨学校 甚至使得中国使馆多次关闭宣传橱窗 此前在朝鲜流传甚广的毛泽东著作 几乎已经从朝鲜书店的货架上消失殆尽了 可以看出 中朝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和分歧 已经十分严重了 也正因如此 才导致了两国关系最终降到冰点 1966年底 在朝鲜 已经几乎听不到任何来自中国的消息了 两国之间的文化交往陷入了停滞 双方的大使在被召回国后也一直没有反任 在朝鲜建国2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 中国方面也拒绝派出代表团参加 这一做法被朝鲜认为是对他们的侮辱 中朝边界的情况则更加恶劣 两国人民进行了广播喇叭大战 各自宣传各自的观点 呼喊各自的口号 后来 周总理得知情况后 在一次会议中表示 在东北对朝鲜用大喇叭喊 写标语骂人家 弄得我们很被动 1967年至1969年间 中朝双方经常在作为戒合的黑龙江和图门江发生冲突 1969年 中苏边界发生冲突 当时 在一些国家的外交使团中 有一种传言被传得沸沸扬扬 中朝之间也发生了一些小规模的边界冲突 后来 金日成在一次谈话中 被问到这件事实 还正式称 确有中国军队越过图门江 侵入朝鲜领土 实际上 关于双方发生边界冲突并非是事实 那么 金日成为何会这么说呢 原来 当时有一大批来自上海的知识青年 来到中朝边界插队 当时 他们身穿上海统一发放的黄色衣服 朝鲜方面很有可能将他们当作中国军队了 为此 朝鲜还把边界的树木砍光 并修建了暗保 防止中国军队偷袭 其实 是金日成反应过于敏感了 不过 与中苏 中美关系恶化有根本不同的是 中朝两国的关系只能用冷淡 恶化来形容 并没有对抗 分裂 更重要的一点是 尽管民间的情绪比较激烈 但从两国高层来说 双方都不愿意看到事态进一步扩大 在经济方面 中朝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也并没有中断 只是维持在了一个最低水平 从相关资料可以看出 在中朝关系恶化的时期 双方高层的试探从未中断过 1966年 朝鲜驻华大使离任后 新大使的人选很快便确定了下来 不过 由于种种原因 新大使在1967年6月才来到北京赴任 并在20日向宋庆龄递交了国书 针对朝鲜方面释放的这一信号 中国也很快做出了反应 1967年10月 毛里坦尼亚总统访华 周总理委托其给金日成带话 几天后 毛里坦尼亚总统向周总理传达金日成的口信 朝鲜对中国的政策没有改变 将来也不会改变 两国关系回暖的时机很快便出现了 1969年4月15日 朝鲜人民军击落美国大型电子侦察机 击上31名机组成员全部丧生 很快 美军海军舰队现身日本海 向北朝鲜移动 朝鲜半岛的局势骤然紧张 在这一背景下 对国家安全的共同需求 使得中朝两国迎来了恢复关系的最好时机 1969年10月1日 新中国成立20周年之际 中国方面原本决定不邀请外国代表团 但就在前一天 毛主席却突然决定邀请朝鲜派代表团来参加庆典 9月30日下午15时20分 中国外交部向朝鲜发出电报 当时金日成并不在平壤 但他很快召开了会议进行讨论 当天18时25分朝鲜方面表示同意 于是晚上23时30分 时任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率代表团落地北京机场 周总理亲自在机场迎接 10月1日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会见了崔庸健 并明确指出中朝应当搞好关系 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美国和日本靠得很近 他们不是单纯为了打你们 他们的目标是中国 所以我们两国要靠紧 崔庸健立即回答说 中朝历史上并肩战斗 都是把鲜血留在一起的 谈话结束后 毛主席挽着崔庸健的手走上了官吏台 崔庸健突然现身天安门 令世界震惊不已 这意味着中朝两国向世界释放出的新的信号 此后 中朝两国关系迅速升温 1970年10月 金日成秘密访华 期间 毛主席与金日成两次会面 双方军队过去几年两国关系恶化 做了自我批评 金日成访华后 中朝两国关系全面提升 两个老朋友终于握手言和